好我們持續來了解的是全球現場 要一起關心裴洛西訪台 引發中國大陸的不滿 甚至共軍還要大動作頻頻 聲稱要在台灣多方向 進行高強度的海空演習 再把時間交給真榮 好 大家午安 前後下午時間 我們持續帶你來關注的是 大陸解放軍在今天清晨的時候 他們發布了這一段 東部戰區的演習畫面 而不久之後呢 在稍早的時候又有最新的動作了 他們發布這個最新影片表示 今天上午東部戰區已經進行 對台灣多方向高強度的海空抵近 海上多項勁逼 全時為台灣周邊偵察預警 要檢驗部隊聯合作戰的能力 而大陸東部戰區的空軍 還出動了預警機 尖擊機還有轟炸機 好 很多的這個先進的戰機 從幾個機場戰鬥起飛 那麼到幾個空域執行他們的任務開展 說是預警指揮還要干擾壓制 兵力禁壓等等 而海軍也有所動作 海軍是任命這個艦隊 以命令抵達台灣以東的預定海域 完成海上警戒的風控布式跟空中兵力 要聯合開展海上的封鎖對空攔截等 訓練要發揮的是海空協同的作戰能力 而接下來看到的是裴洛西訪台 當然是全球媒體都在關注這件事情 而今天中午呢 在總統府這裡也跟蔡英文總統來召開的是聯合記者會 但說是這個記者會只開放了三家媒體來提問 也就是畫面上你看到的這三家媒體 也被說是記者會 但現在只是一個互動會嗎 你看到的這三家媒體而已 其實外圍還有許多家的媒體 但是他們都比較遠 而且也沒有辦法進到這裡頭來發問 也甚至沒有被鏡頭給捕捉到 我們看一下台灣當然是官媒中央社 美國是彭博社 日本則是朝日新聞 三名記者也都是只分配到只能夠問一題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些問題有什麼樣的端倪呢 其實中央社他提問的就是關於兩岸 他們是問裴洛西說針對裴洛西自己的到來 那麼大陸當然發起了多項的軍演行動 他怎麼看呢 而另外美國彭博社他們問到的是經濟方面的議題 裴洛西就這樣回答了說 美國現在通過的就是這一項晶片法案 這會開啟美台之間有更好更寬廣的 經濟方面的合作大門 朝日新聞是問到說 跟民主人權有關係的問題 好記者的提問整理一下 有三大方向 包括了像是兩岸的議題 還有晶片的議題跟人權 當然這三個議題都是蔡政府 目前最重視的議題 但是這些議題感覺上都是被安排好 而且先交出這些名單 所以現在被外界懷疑說 這是府方安排好的嗎 是不是一種類似的大內宣呢 好裴洛西呢 他是這樣回答 他說當然希望加強的是美台的關係 而蔡總統則是說 回應對岸的這個挑釁軍事方面的演習 他說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他說台灣永遠開放建設性的對話 我們是同一個公式的支持率 措斷的為了 在四中遇見 台灣人是科裁的 我們有多次的議題 在台灣的選舉 在台灣中的一年 空中的假動 接種到一陣子的 看到在一起 有些事 在我們的生活費 陪洛西访台间上午跟蔡总统来会晤 那么蔡总统他也特别颁受了特种大寿卿的云勋章 感谢陪洛西对台湾的支持 而对此国台办也做出了最新回应 直接点名蔡英文总统跟民进党是执意推动 陪洛西串访台湾事宜是挑衅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 国台办的发言人马小光批评说 民进党当局授勋给陪洛西是一场政治闹剧 更是直指对美方一连串的卑躬驱选行为 将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而同时间国台办也发出警告 表示陪洛西访台的举动是相当恶劣 对此严正谴责跟抗议 并且宣布要推动一系列强而有力的反制措施 而其实今天下午呢 大陆外交部也召开了最新记者会 发言人华春莹就表示说 这是场彻头彻尾的闹剧 佩洛西传访台湾问题的实质绝不是什么民主问题 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佩洛西的所作所为绝对不是什么对民主的捍卫和维护 而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衅和侵犯 正如很多人一针见血地指出 佩洛西危险的挑衅行为 纯属为了捞取个人的政治资本 那么这呢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 非常丑陋的政治闹剧 而在这场丑陋的闹剧当中 民主不过是美方惯用的廉价的工具和幌子 华众取宠的是佩洛西个人 但是遭殃受害的是两国关系 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 佩洛西的民主不过是一件爬满了狮子的袍子 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呢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哦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试用 万万水神呢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呢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